性性的一個立體的一個空間 那它這個是中間呢 它這個叫大理石的那個嵌畫 它想要呈現一個水曼沙洲一個意象 那這整個那個長度呢 它是高三米寬9.6米 它整個作品是呈現非常的長 那這種的作品的一種感覺 讓你感覺好像是我們中國山水畫 一種宣子的一種古典畫的一個感覺 它主要就是想要營造這樣的一個意象這樣子 那它這個後面的這個馬賽克呢 是拜占庭古典的那個鑲嵌的一種 藝術的一種手法這樣子 拜占庭這個的風格呢 就是說你這個馬賽克的那個拼貼不是平的 它是就是有高高低低那個 那它的是用大理石或者是玻璃材質的材料 切割成1公分到5公分不等的一個立方體 或平行六面體 所以它等於整個材料的材質 它的切割是一種一個立體的 然後再去把它拼湊而成的 這是一種方式 那也有另外一種馬賽克的拼貼的方式 是屬於平面的 整個是平面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它們的表現手法是不一樣的這樣子 那大家在看 就是說你有發現這整個好像有一個燈光的照射嗎 那其實是在你們頭上你們看到的這個LED的這一排燈 這個也是藝術家 涵帶這個公共藝術的作品裡面 那這一排呢LED的燈呢 它主要是想要營造 好像就是說你成昏映照下的一個淡水河的一個景緻 那這個作品整個就是 它希望就是呈現一個淡水河 一個水曼沙洲的一種感覺這樣子 那這個燈光在照射 就感覺好像我們都會去淡水河看那個夕陽有沒有 好像夕陽西下這樣子 映照著這整件作品的那種感覺這樣 那它的那個公共藝術的作品說明盤呢 它是放在這邊 大量採用這個大量的留白的這一塊區域 那也因為剛好這個區域有很大 所以它的整個說明牌啊 就字體什麼的也都是會 你就會感覺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這樣子 新莊線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還在月台門的外側軌道側牆 它都有做藝術化的牆板 那每一站的藝術化的牆板 都完全不一樣 大家可以就是說如果你有心的話 可以在等待那個列車的同時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這樣子的 那後來因為就是後續 我們就是考量到一些安全等等的問題 後來的新路線就是全面加做月台門 所以後來後續的路網 你看捷運車站一定都有加做那個月台門 那月台門那時候在就是要安裝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說月台門的安裝 會不會影響我後面這個藝術牆板 藝術化的這個觀看的這種角度 跟尺寸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後來我們其實又跟 細部設計顧問公司也又研討了好一陣子這樣 那實際上也覺得說其實一個 一個牆板的映術化其實應該會 讓旅客在後車的時候 有更一些驚喜愉悅的一些感覺 而不是就是好像感覺陰陰暗暗冷冷冰冰這樣子 那剛剛也有學員問我一個問題喔 他就是說是不是每一個捷運車站呢 都有公共藝術 那其實不是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一開始設計之初的時候呢 我們會選重點站 或者是說配合地方的人文 那或者是說如果這一站的建築裝修都做得很好的 就是做得很滿的話 那我們公共藝術就不會在預留空間 讓他做那個公共藝術這樣子 所以並不是每一個車站都會有這樣子 那在三重站的這個作品呢 它是一個馬賽克的一個作品 那我們在介紹的支出 我先為大家介紹一下馬賽克 馬賽克是屬於一種鑲嵌的藝術 它最開始是用你只要是小食指、貝類、瓷磚或玻璃等有色的欠片 應用在你的壁面或者是你的地板上 繪製成一個圖案的一種表現的手法 所以馬賽克又稱之為穗井化或鑲嵌系工 那馬賽克最早呢 他是在早期希臘人呢 他是用在地磚大理石 他就是兩種黑白兩色 就是類似鵝卵石拼湊的 那他拼湊以後他又覺得說 也可以有一種圖案的那種互相的搭配這樣子 那到了那個後期的以後 羅馬的時期後期的以後 他就會用在一般建築物的一個牆面上 那後來呢馬賽克的黃金時期呢 是在早期呢基督教呢 他到了羅馬 因為他受到打壓、政治的破壞 所以他們就變成只能夠在地下室聚會 那因為早期的人們呢他都比較不識字 所以他們就用馬賽克拼湊成一個故事 譬如說基督教的一些什麼 耶穌的一些故事 然後就是讓這些民眾 雖然不是字 但是呢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個傳教的一個故事 他後來黃金時期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才整個馬賽克的這種 藝術的手法才廣為利用這樣子 那軍事坦丁大帝呢 他是使基督教合法 然後變成大力宣揚他的一個羅馬的皇帝 那他在那個拜戰庭時期呢 他幾乎呢他很喜歡馬賽克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跟那個大量的加入 譬如說金箔或者是有色的玻璃 然後呢在金箔貼的時候 他還故意貼的不平 因為這樣子陽光的照射呢 然後會產生一些斑斂的一些 一個效果這樣子 那所以剛剛那個 我們看到那個黃文青老師 那個掠影下面的那一個 其實他就是大概就是屬於一種 馬賽克的一種方式 然後就是運用這種不平的一種手法 就是要產生一種斑斂的一個效果 那這一個作品呢他是 藝術家呢他是波多黎各的 他這個案子是公開徵選 他的設置經費是950萬 那個時候就是我們公開徵選 然後就是照投標須知 廣發就是國內外的那個藝術家這樣子 後來徵選出一個他的一個這個作品 波多黎各級呢這個藝術家 那個時候他們總共有七個藝術 七個工作人員過來 花費了三個月 才把這整個作品呢給製造完成 那其實你看到這個作品的第一個印象 你會感覺這整個作品的色彩呢 非常的大膽跟鮮艷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 你會覺得說 跟剛剛那個黃文青老師的那個 浮光的那種單一色系的那種感覺 好像就整個不一樣 黃文青老師的那個浮光的那個作品 你就感覺他就好像一個 中國的山水古典化 那這個作品呢你就感情 他真的就是波多黎各級的 南美洲的創作的手法 熱情 奔放 洋溢這樣子 對 那他呢 但是呢他在設計的時候呢 他大量使用四種顏色 四種顏色哪四種 紅色 他認為紅色就是代表 他印象中他認為紅色就是中國 一種喜氣洋洋的一種顏色 還有黃色 黃色他認為是一種皇帝 以前古代一個很尊貴的一個 權貴的一種顏色 那黑白兩色呢是什麼呢 他認為這是太極代表的顏色 所以等於說這整個作品就是一個 外國的一個人 他來看我們中國的一個文化 一個表現的一個手法這樣子 那他那時候呢創作之初呢 其實他這個作法 他這個整個圖案的那個設置 他到了針見之初 到你整個作品的完成 他是有一點點差異的 那時候呢 他知道他們獲選這個作品了以後 對 他一到這個三重的護山宮呢 他去詢問意見喔 他最後才把這個整個作品呢 給他這個定案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作品 整個作品呢 有四個代表的元素 一個就是龍 那這次作品呢總共有寬 他整個長度有60公尺長 非常的長這樣子 那第二個設計的元素就是這個護山宮 這就是也就是三重這個在地這邊 一間很有名的一個寺廟廟宇 他也把他放在他的這個 創作的這個圖案的這個裡面 然後跟這個龍呢整個相互的一個搭配這樣子 那他這個馬賽克的拼貼方式呢 跟我們之前看到的比較不一樣 他不是用小塊的固定的一個形狀來拼湊 他是去用 他是將那個磁磚呢剪破或剪碎 利用大大小小不規則的那個形狀呢 來做一個拼貼這樣子 其實那時候我們那個征選的時候 那個評選老師 征選老師他就 他也是在那個台藝術大學教書 他就覺得這個作品的那個 馬賽克的拼接手法非常的大膽 而且非常的細膩這樣子 那第三個那個整個作品的元素就是這一個 叫做順風爾護法 這個就是我們可能一般看到寺廟那個遊行 有沒有拜拜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遊行的那個 就是他看到台灣中國 他就會想到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一個元素這樣子 那這個作品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圖案這樣子 不是 不是 這個 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 這個東西我們還曾經有借過那個 是 我們還曾經有借過民眾來投訴 他說為什麼這個公共藝術作品有一個真子在這裡呢 好啦其實並不是啦 他這個就是好像一般那個七爺八爺那個遊行有沒有 就是裡面那個撐的那一個人 對 是 還有一個第四個元素我剛剛沒講到 是雙子星大樓我剛剛竟然跳過它了 所以這整個作品有四個設計的元素 那這邊這一個是雙子星大樓 那大家也知道三重站 接著在往台北車站後那個捷運機場交會呢 最就是一個移動那個建築物代表就是雙子星大樓 所以他整個作品呢 他就是有新的 舊的 新舊來一個交替 然後並且互相的一個那個融合這樣子 那他這個作品呢就是你遠遠看其實也很震撼 那你靜靜看呢其實你仔細看那個馬賽克拼接的那個方式 你也會覺得也是很漂亮 那你區塊的看呢你也會覺得 欸其實色彩呢搭配也是非常的亮麗 所以這整個作品950萬啊 我覺得應該是說 這一個這種馬賽克的拼接的方式跟設計的手法的大膽喔 應該也是可以為我們國內的那種藝術界帶來一個不一樣的那種感受這樣子 因為他這整個表現的手法真的就是跟我們國內藝術家表現的那種手法真的就是 你感覺出來很回憶嘛 就跟你剛剛看的那個黃文慶老師的那種設計的手法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樣這樣子 那新莊現在還有一點很特色有一個特色的一點就是說 就是這麼的剛好他好幾個公共藝術選出來的作品剛好都是馬賽克 那又這麼剛好他的每一個馬賽克呢都是不同的方式 因為今天我們沒有再去府大戰喔 那各位如果有空再去府大戰看喔 你就可以看到府大戰 那因為他是府人直接委託府人大學藝術學院那個創作 你就會看到說喔 藝術 藝術學院派他做的馬賽克的做法是什麼樣子 他就是很中規中矩都用一公分一公分小小的馬賽克是拼接的圖案 那他那個圖案我個人也覺得是非常的漂亮這樣子 非常的漂亮這樣子 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風格 這個作品你就會覺得說喔 這個作品這個風格跟府大戰的風格 跟剛剛我們看的那個黃文慶老師的風格 是真的完全都是截然不同 那你也會覺得說為什麼公共藝術是不是跳脫不出來 材料或什麼 為什麼幾乎都是用馬賽克 那應該是說馬賽克的這個材質應該是說 最持久 最耐久 最好維護 因為捷運公司他在維花可能只是 某部那個 對 他根本也不用什麼維護 然後他就可以最耐久最保留度是最長遠的啦 所以就變成說很多公共藝術的作品就會很 藝術家他喜歡是用馬賽克 這種方式來表現這樣子 是 對 因為捷運局他是就是負責幹好捷運車站 那他到營運的時候呢 就是交給那個捷運公司這樣 其實你可以看這一個龍喔 他的那個線條 景的 他就是用很多拼拼 就是小細碎的那個石磚有沒有拼湊而成的 可是他整個小碎塊他又帶動一個很大幅的一個圖案 還是非常的漂亮這樣子 那剛剛也有一個學員他就是有問說 其實好像看到目前為止的公共藝術 都是設在穿塘城跟站體內比較居多 也有 我們也有坐在戶外 像剛剛那個學員他也有提到就是那個市政府站 那為什麼我們比較不喜歡坐在戶外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怕影響到旅客的動線 因為捷運車站有時候我們還要考量 不是不只一般大家平常監封時間的進出 我們還要考量很多問題 就是說譬如萬一發生什麼意外的時候 旅客逃生要幾分鐘就逃出這個捷運車站 那所以說呢 盡量我們在出入口的外方的那個 我們都不再設置可以影響動線 就是的一些東西這樣 後來就變成說我們的公共藝術 都盡量就是往車站內的設置 就譬如譬如在牆面上這樣子 對 前往下一站先生公站 下車 那這個座椅呢 也就是這一站的那個公共藝術 那它的甚至經費是150萬 它除了這邊三個座椅 在另外那邊那一區還有一個 所以總共是四個座椅 那我不曉得各位看到這個座椅的感覺是怎麼樣 可是呢 你會不會就是可以感覺出 這是一個女性的一個藝術家所創作的 那因為這一站呢 先生公它是位於三重 所以那個時候設站 這邊的設計的主題就是 以三重工業 就是為主題這樣 那那時候這個藝術家他在創作的時候 他就認為是說 他想到的三重 就是那種冰冷 黑白的那種工業的一個環境 然後呢工人在一邊工作的時候呢 都會聽著流聲機 就是可能聽著廣播流聲機 那流聲機呢 以前古代流聲機就會有一個 這樣子一個那種喇叭有沒有 那個喇叭的頭 他就是取其他那個發聲器的那個印象這樣子 那他這整個作品呢 他是用那個鋸紫纖維烤漆 就是上面有沒有看到的這一段 鋸紫纖維的烤漆呢 跟不鏽鋼板 還有這個椅子的這個錨釘呢 來做設計的 那他這整個作品 因為就是說 他有考量到這一個車站 是屬於減體減量導視的月台 所以他的整個空間是屬於比較小 所以他呢 他就是想要做這個月台椅呢 讓你有一種懸浮的感覺 好像一個飛碟啊 懸浮懸浮在那個地上這樣 所以其實因為剛好外面的燈光有大 其實如果這個燈光比較暗的話 你會感覺就是這個內部的燈光 這樣子透出來感覺好像是一個 好像類似飛碟就是漂浮在一個空中的那樣子的感覺 這樣子 那剛剛有旅客 就是有學員做下去 沒關係你就放心大膽的做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都是有經過那個 結構的那個計算的 就是說他的安全是無慮的這樣 那再跟大家報告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當初他這個錨釘在設計的時候呢 其實他是要讓整個作品比較活潑性這樣 可是有委員就會說 你這個錨釘會不會勾到那個旅客的絲襪啊 或勾到旅客昂貴的衣服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那個時候就是一直讓這個錨釘 就是做成一個圓弧形狀 就是 他有磨過了 對他是不會對你就是說 造成一些什麼什麼樣的那個影響這樣子 對 那你看他這個顏色就是那種黃色 橘色綠色 從這個顏色你可以 也可以更感覺出來 這真的就是一個女性藝術家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是邀請筆劍 那時候是邀請四位藝術家 然後最後是由這個藝術家 被甄選出來的這樣子 那作品的那個菲 我剛剛有講過 就150萬而已 150萬有四張座椅 其實 對 就是謝謝這些藝術家的大力鼎力相助啊 不然捷運不會有那麼多的好的公共藝術作品呈現這樣子 那當那時候呢 這藝術家在設計的時候呢 他本來的作品說名牌喔 大家都知道嘛 公藝術一定要有作品說名牌 他是要秀在這個地方的 然後後來我們那個評審那個徵選的老師就跟他說 你作品說名牌在這邊應該是 就是說不易看見 你要不要另外把這個作品說名牌拉出來這樣 結果後來大家猜一下作品說名牌設在哪裡 是 結果他的作品說名牌就設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呢 大家看得出來嗎 他就是一個唱片 一個唱片 因為他就是跟他的作品一個相呼應 他就是一個留聲器的一個月台椅子 然後跟一個作品說名牌 一個唱片相呼應 那其實那時候在設置的時候 我們大家又跟這個藝術家講說 你這個作品說名牌太小了啦 因為大家都希望很大的作品說名牌對不對 然後旅客在後撤的時候就看到就說 哎呀原來這是哪一個藝術家做的 可是呢這個藝術家他非常的堅持 他說不 我一定要按照唱片的等比例 就是唱片這麼大就是這麼大 他說自小沒有關係 我的名字被看不到也沒關係 但是我一定要 就是說一定要追求真實的感覺 唱片這麼大 所以作品說名牌就是這麼大這樣子 那這個作品呢 這中間這個就是三重寺 這邊唯一一個是什麼古蹟保護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